今天非常高興我們法國三慈善基金會所辦的數位孩子的學習成果發表在台南市舉行 也非常感謝台南市政府以及台南社會局全力在配合在支援 那孩子的學習就像我們盧俊達所講的學習是不能停止 孩子是未來這個國家的棟梁 所以法國三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偏遠社區在推展數位學習 那這段時間我們從7個社區一到現在的17個社區 未來我們還會發展更多的社區來參與 我們希望藉著這樣的學習 不但讓小朋友學習沒有中斷 而且讓孩子跟大人一起學習 讓學習的成果能夠發佈到最大的機制 所以在這邊特別感謝台南市政府 對於我們這樣子的活動全力的支持 也謝謝所有的縣政還有社會社區 那麼大家一起參與 也感謝所有支持這項活動各界企業 大家一起來做這樣子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麼在今天的成果發表 我們將會看到非常豐厚的成果成績 那麼希望我們未來這個工作推展會更好 也感謝各界的支持 特別要感謝台南市政府 還有我們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的協助 謝謝大家 謝謝